今天买两块老豆腐 我们来做一款小吃摊上特别热销的麻将豆腐 先把它切成小块 大概切成这样的大小就可以 放到我们提前调好的盐水中泡一下 可以有效去除它的豆腥味 趁这个时候我们来调一个酱汁 碗里加入蒜末 香葱 辣椒面 小米辣 熟芝麻 然后再泼上热油 接着来调味 加入生抽 蚝油 陈醋 少许盐 一勺白糖 再来两大勺芝麻酱 芝麻酱是这份酱汁的灵魂 不可以少的 然后给它搅匀 泡好的豆腐呢 再给它擦干表面的水分 然后给它放到空气炸锅的杂篮里 在表面刷上一层薄薄的油 空气炸锅设置200度 先炸10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给它拿出来翻个面 再炸5分钟 豆腐炸好了 给它麻起来 然后淋上我们的麻酱汁 最后来跟香菜点缀一下 我们这个麻酱豆腐去做好了 这味道特别棒 学会了都可以出摊咯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怎么样 没有 Czech菜 没有 试句 试句